梅基台风的风势强大 市区阵风一度飙破12级 除了路数招牌被吹得七零八落 各级学校也传出灾情 像是南屯区的黎明国中 展演厅的屋顶遭到强风吹走 校内的玻璃灯座损坏严重 总计总损失总共超过240万元 而市长林娇龙也前往视察 并且指示教育局等相关单位 一定要全力协助受损的学校 办理灾害复原工作 展演厅镇上方的屋顶被风吹得 破了好几个大洞 一眼就能看到外面的天空 仅存的部分有的也是摇摇欲坠 看起来相当危险 室内的设备与桌椅 只能先暂时用帆布盖着 希望能够多少降低校园资产的损失 最严重就是我们展演厅 那展演厅早上在邀请厂商过来处理的时候 他大概估是200万 那其他零星的 比如说我们校歌墙或是网球场 或者是说我们其他玻璃坏掉的 或者是说门框歪的 或是其他处理数的 那大概是40万左右 所以我们总金额大概是240万 可以再把校园恢复成原状 眉急肆虐台中市不少学校都是满目疮痍 南屯区的黎明国中就是其中之一 不但整个屋顶被掀开 相关设施进水损坏 警铃的厕所屋顶也被掀翻 市长林嘉隆视察之后 当场指示教育局等相关单位 全力协助修复 三四十年来可以说最大的一个强风 那一个连新盖的大楼啊 都没有办法就是免于这个灾损 所以我们一方面请教育局 这个裁处单位尽快来估价 那在议员他们也建议希望能够啊 两百四十万元 另外还有四十几所学校也都申报灾损 市长表示已经指示教育局办理各所学校灾害复原工作 希望能够早日重建孩子的学习环境 将影响降到最低 江东华刘军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